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雅布的周环生活频道 大家好,我是Ruby 我是雅布 那么书接上回咱们接着聊这个房屋检查报告 里面有哪些区域会通常会出现什么样的内容 有什么问题需要注意的 咱们就继续 上次是把厨房这块也讲完了 那么有一点需要再提醒一下 就是因为厨房里面电器比较多 有烤箱有灶台什么的 我建议是在检查的时候 检查人员通常这种电器他是不检查的 原因是他的故障他可能随时会发生 有时候他检查的时候好的 结果回头你用的时候他就不好了 那他会说是你没检查出来 所以他们关于电器之类的 不管是灯什么他们就索性不检查了 这个是比较常见 那么灶台这种东西相对来说 因为要做饭的 相对来说会比那个灯什么都会更重要一点 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就是如果你有去现场的话呢 你最好是检查一下 如果不能去现场的话呢 最好是在open home的时候 就是如果你发现他要上电的话呢 你也稍微开一下 只要能上电的或者能量的 基本上就问题不大了 也不用管他这个饭 到底能不能做的熟 就把这块也pass掉了 好吧 那厨房这块讲完之后呢 咱们就移步到这个卧室 卧室通常刚才有讲就是问题是比较少的 因为他结构比较简单 通常就是一个衣橱 然后就四面墙嘛 那比较需要去观察的就是墙面上 他会不会有一些磕碰啊 或者是一些就是他们说impact这种 冲击上的那种损伤 通常就是你可能要重新刷漆啦 或者要把那墙补一捕 类似于这样的问题 那么这块是相对来说比较少 那有时候比较常见的呢 就是那个门关不上的 这个倒是我比较常见 通常是老房子 他可能这个房子会有一定的位移 或者变形的时候 他说这门框 他会有一定的binding 就是门框会有轻微的变形 会导致你的门可能就 关闭开盒会比较的困难一点啊 但通常我认为这块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 他虽然会使用上不是很方便 但是还是可以通过一些调整 或者是比较简单的这种手工上的维修 去把它克服的 所以说这个是卧室这块 可能会出现问题 讲到卧室之后呢 我觉得就会来到一个比较就大头了 大头的话就是卫生间 卫生间通常是比较容易出故障的地方 常见的话会有像尺砖开裂啊 然后那个水龙头漏水 就花沙漏水啊 还有一些 比方说那个浴室的这个脚链可能不太好 或者是浴室的水槽有漏水这种 这个是比较常见 也是比较容易修复的啊 通常我不会把它作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去看淡 那比较可能会比较麻烦的问题呢 就是这个防水 防水有时候他会说啊 这个这个地方他检测到那个墙面湿度有点高 通常可能会有一些细部的一些漏水啊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说你的房子会马上出现问题 他可能是日积月累之后啊 会在墙的内部会产生一些潮汽啊 那这种潮汽的话呢 有可能会吸引一些啊 白蚁啊 或怎么样啊 就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去把它就在在你买下来之前啊 让房东做一重新做一下防水 比如说该打胶的打胶啊 该做那个这个这个水泥的那个镊子的时候 就就就刮那个水泥镊子 然后类似于这种呃上去把那个防水做好 然后实在不行 房东不愿意做的话呢 你看一下你能不能事后把它给做了 相对来说会比较的 比对于对于整套房子持有来说会比较的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非常的 concern啊 就觉得这房子哎呀 就真的很一般价格也没有到很好 那么如果他出现这种漏水问题的话呢 我建议就是可以啊 可以放弃 可以可以可以放弃 因为相对来说漏水这个东西 呃你说容易也容易了 说说难的话就是你可能要拆墙啊 去做就工程量其实可大可小 啊 都取决于说你到底一多有多喜欢这个房子 第二就是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好 嗯 我觉得这个是卫生间比较容易发生的问题啊 反正有有点怕运气了 但我接触下来就是房子差不多这个有一些湿度上的问题应该是差不多没有一半一半的话也有个可能三分之一的样子 所以说还是一个蛮常见的问题 对 好吧 结果里面讲完之后呢 我觉得很可能就会跑到外围了 啊跑到外围的话通常比较常见的问题应该是呃像外墙的一些开裂嗯哦室内应该还有就是呃忘了讲就是讲到外墙开裂吧 因为通常不管是室内也好还是室外也好 通常会有三我们叫它settlement 对settlement crack 就你会看到那个呃 石膏板的接缝处 它会有那种细细的这种裂痕 或者你跑到外面的话你会看到砖墙上面会有一些裂痕 嗯那通常因为是房子不管新房子也好老房子也好 然后新房子因为你一开始造上去的时候 他那个土地可能是刚被平整过 他还没有经过日月的积累 所以说他会有一点有点活动了 他又有点活动 然后像那种三四十年的房子那个地壳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变化吧 我觉得都会造成这个房子可能会有一些呃裂痕 然后我们可以可以轻的或可能就是一些很细的对细微的那种就看上去不是很好看的裂纹 然后比较严重一点他可能是那个砖缝他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撕裂 嗯撕裂 那么这个东西就看他严重到什么程度 有些是外墙你会看到有撕裂 但这个地方还是可以通过技术上去把它修复好的 那如果说外墙的撕裂导致了内部他都会出现这种比较严重的裂痕 就是由外到内的话呢就说明他这个可能就问题比较大了 我是不建议 我是不建议如果是发生这种问题的话我会不建议购买 那因为说明他已经冻到里面了 但如果只是很轻微的这种那种 涂料上的这种细细的裂盟的话其实很正常 基本上每套房子都会有 包括三五年的房子我也会建到 然后老房子就不用谈了 那这种的话基本上你贴一个胶带然后把它刷一刷的话是能够掩盖的 这种问题就是就不用特别担心 一看房子裂了或者什么怎么样就觉得很很很严重 我当然我还听到过一个心得 因为我自己不是做做做装修的 所以说我对这块不是不是说特别专业 我有听到一种说法 就是如果这个裂缝它是比较的规整 它是沿着一条这样过去的话 通常是不是特别大问题 但如果这个裂缝是那种斜的 这样什么45度角这种就飞 不是沿着它直线走的话 它可能就相对来说会比较严重一些 所以这个要稍微当心一点 对稍微当心一点 其他的应该外墙上是没有 然后比较多的问题出现的应该是 如果是走到房子外围来的话 比较多的问题应该是屋顶 一个是瓦片 因为很多老房子它会有瓦片 瓦片的话基本上时间一长就不太行 对一个脏啊 裂啊漏水 还有那瓦片和瓦片之间 那个水泥就已经剥落了 它就会导致说有些地方它就会渗水 这个是问题比较大的 你要看一下这个屋顶它的年龄 有多少大概屋顶的话 你非常严重你把它全部换掉的话 我觉得可能要上万一两万块钱这个样子 对如果是小就就看上去会有一些小问题的话 通常你也要花到三四千啊 或者五六千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花钱的地方 你在出价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它的屋顶不太行的话 你要把这部分考虑进去 对屋顶的话连带会有什么问题 它会有那个gata就是那个雨水槽 雨水槽的话通常有 我我见过就雨水槽可能 年久失修它可能漏了 因为它铁皮嘛 比方说那弯角的地方 它可能漏了之后就破洞了 然后有可能这个水就往下滴 这种还有种呢就是雨水槽 它可能不清理的话 里面有很多树叶堵了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问题 如果你有在检查的时候发现的话 就是你当你房子拿到手里面的时候 你尽快找一个handyman上去把它稍微弄一弄 这个就是一个可以修复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那雨水槽真的已经锈迹斑斑 你不行的话呢就把它换掉 那就把它换掉 其实也会花掉个千把块钱吧 千把块钱这个样子 对这部分是老房子比较容易出问题 因为它暴露在外面 基本上一定会有 就大家就理性看待用钱去解决就行了 不代表说这个房子 它是一个不能买的房子 不能买房子 好了 讲完屋顶之后 我觉得外围还有一个要讲的就是那个地漏 就是你要把那个雨水倒下来那种 那个管子 dump pipe 他们叫dump pipe dump pipe是比较容易破损 比较容易破损 然后dump pipe你要看它接的好不好 有些时候它可能就接在那个 那个泥土上面 它可能就直接排在那地上也有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排水的话 有可能如果它排的不好 有可能水会积在你的房子周围 嗯 同样包含的这个排水 还还包括就dump pipe之外 还包括那个空调的外积 空调外积的那个水 它是怎么排的 这个也是属于dump pipe的范围 这样的问题的话 你看一下它能不能修复 嗯 最好是旁边有一个地漏 你可以把它接过去 或者说是那种 比方说有些下斜坡地嘛 你要看它有没有开雨水槽 那个雨水槽设置的合不合理 这个都是你要观察 明白 对有时候它可能没给你指出来 它会说你的房子有那个什么 有那积水的风险 那你就要看雨水槽有没有 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它好不好开 嗯 这个是要注意的 然后剩下就是院子前院和后院 它有没有那个下水的地方 嗯 有些老房子它可能会 有些时候它没有设置 或者是已经年久了 它已经找不到了 那的话它会影响到你院子的一个排水 在这部分我觉得是 做房屋检查的时候要认真的看 对认真的看一看 有些破啦 或者修啊 看一下你有没有能力 或者花多少钱 能够把这东西给解决掉 如果是花钱能够解决 那你就在出价的时候 还是要再 再差不多考虑一下 对对对 嗯 剩下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问题 你觉得还有问题吗 我补充一下 有我在看房子的时候 会发现有蛮多房子有挡土墙 挡土墙有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倾斜啊 年旧师修会的风险 啊对 特别是老房子 老房子有很多挡土墙 它是木质 嗯 时间一长的话 基本上一定会腐烂啊 或者是坏这种 所以说如果说是房东保养的比较好的话 像这种木质挡土墙的话 它应该是到一定年份 它是要重新做 或者是换了 如果说你看到它挡土墙有歪斜啊 这种的话 我觉得短期之内可能是不美观 如果是你要考虑说这个房子 我可能会再持有个十年十五年的话呢 你可能就要把这部分的预算给考虑进来 因为挡土墙说实话 重新弄一弄还挺贵的 你要把它拆掉 重新装 如果是水泥的话 会相对来说寿命会长一点 然后会好一点 然后你还要看挡土墙旁边有没有树 有树的话就很容易就挡土墙会坏 这个样子 刚才有讲到那个屋顶啊 就我突然间又想到一个新的内容 就是有些房屋检查人员 他会去爬那个屋顶的那个美好就维修孔 他可以看到那个屋顶里面 通常我觉得要注意两部分 一个是 它有没有那个隔热棉 隔热棉 这个东西也有一定的防水的作用 但它主要作用是隔热棉 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 这个对于你的房子的 对隔热情况还是蛮重要的 如果没有的话呢 这个东西也不贵了 只是说你要注意一下它有还是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你买完之后 你可能找两个工人进去放 对进去铺一下放一下会好一点 第二个就是看它有没有那个sucking sucking的话就是那个铁皮啊 或者是那个瓦片下面会有一层 那个我们叫它防水纸 就这个东西也有一定的隔热功能 或者是防水功能 所以说尽可能是两个里面不要都没有 最好是两个里面有一个 就还不错啊 最好是两个里面两个都有 但是我看到这种情况不是特别多 就是要么你有那个sucking那层纸 它是铺在那个瓦片下面的 你是看得到的 要么就是有隔热面 对对对 最好是有那个sucking 它的那个防水还是相对来说作用还比较大一点 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看一下就如果找工人上去装 大概会花多少钱 这部分要稍微考虑一下 对差不多我往下翻翻翻 差不多是这些了就是啊 还有就是像那种细节嘛 就刚才说的那种淋浴间马桶这种边缘 有没有做做做那种蜜蜂 有没有有没有漏水 就这种对就是那个叫什么啊 和和水工有关的有没有 基本上到这块的话房屋检查就结束 对然后呢房屋检查完之后呢 通常就是有那个虫害检查 就building pest building pest 就后面一部分就是pest 基本上我没有见过building pest 这个pest的问题是完全没有的 但是绝大部分房子呢 我觉得可能百分之八九十的房子是还是ok的 那通常为什么会一定会有问题呢 主要是那个杜虫 它里面那个那个英文应该叫b什么一个东西的 我有点忘了 反正大家有时候看到的话可以到时候给大家圈一下 对那个基本上所有房子都会有就是蛀虫了 就你只要有木头基本上暴露在外面的肯定会有虫蛀这种情况 第二个呢就是真菌就是fungus那种啊 那个基本上也会有你只要下云 然后你又是木头怎么都长点蘑菇什么都很正常 发个霉啊什么都很正常对吧 所以说这两个问题如果你看到有的话呢 我觉得在pest里面是属于小问题 对然后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就我刚才讲 就外围如果不是房子而是它的garden garden有发现有树被白蚁咬过啊 或者fans被白蚁咬过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你就注意一下 我不是代表说这个房子你一定可以买或一定不能买 这个东西你就要啊比较理性的去看 到底该怎么样去判断这件事情 因为说实话我见过fans和后面树被咬的情况还蛮多的 但他只要做好那个防护或者是每年的检查 你的外围被咬不代表说你的房子会坏掉 他可能咬完那个树之后他就走了去别的地方了 这个都是蛮常见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就要警惕一下 但是不用过分的担心 但如果说这个房子有被白蚁咬过的话呢 你就要看说他有没有active的白蚁 或者说他白蚁咬过但是走了 这两种情况我觉得都是蛮难接受的 因为他如果没有active的白蚁或者没有nest 那也有可能说他里面的结构已经被可能咬的 有点有点有点故障 这个东西你就比较麻烦你要破墙 你才能知道他到底受害面积有多大 那问题是你在买房的时候你是不可能破墙的 对所以说如果是遇到这样问题的话 为了保险起见 我觉得可能就要慎重购买 除非你的价格已经低到说 你可以把这件事情给好好的解决掉 那就我把墙拆掉里面的坏掉的木头 我重新换一遍 如果价格有低到这种程度的话呢 我觉得也ok 但如果你不想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就换一套房子 他不是你的唯一了 那如果说有活动的白蚁或者有白蚁巢穴 那基本上造房子就直接pass掉吧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很处理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 要结构除白蚁 你基本上就可能要有个万把块钱下去才能解决这个事情 所以说但是 就这样讲完就是如果这个房子有问题的话 其实你在外围大概率是能够看出个一二的 比方说你看他的门框啊 踢脚线啊 或者是地板 然后怎么样 上面有那种细细的这种孔 或者是外墙上面有那种 有那种泥土的那种 泥土的那种 那个痕迹 对对对对对 像真菌一样的那种痕迹的话呢 就有可能 有可能就代表说有这样的症状 对就是你就走一圈 如果保养不是很好的话 多多少少会被你发现足死马迹 如果整个房子弄得干干净净 旁边水泥打好 然后整个房子看上去没什么问题的话呢 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少 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少 最重要的还是买完之后自己每年定期检查 我觉得这个是你买来的时候好的 不代表他永远就会好 所以说买房的时候还是要理性的去看 因为二手房多多少少都会有问题 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价格去买 买还是不买 这个东西就是在你看到房屋检查报告的时候 你要去理性的判断 有时候不是说房屋检查报告 他就是告诉你说买还是不买 有时候就是他告诉你这些问题 房子你还是要买 只是说买完之后 你要知道说我要去解决哪些问题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对 然后最后的话我觉得讲就是房屋检查报告出来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跟房东沟通 对 那我觉得就是不用把上面的所有的问题 全部丢给房东 因为这样的话他自己也解决不了 我觉得是可以挑出一些他可以解决的事情 让房东去解决 比方说一些可能有一些很小的瑕疵 房东就举手自劳 可能找个水工或者电工就能解决那样的 我觉得可以丢给房东 如果这个房东还就整个交易过程还是蛮 蛮happy的 就是蛮 双方对价格什么都是蛮高兴的话 我觉得房东 很有可能他是乐意做这件事情 因为房子卖都卖了 就花点小钱就把这件事情处理了 对 然后剩下的话呢 就是有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 比方说他说我真的要花很多钱 然后就把屋顶全部掀掉重做啊 或者怎么样 就不能解决问题 你就不要勉强房东去做了 因为你做的话他可能就说那你那你就不要买了 我换一个买家吧 就少一点钱又少点钱了 就整个谈判就破裂了 那么在遇到一些房东可能没有办法处理 或他处理起来比较麻烦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要考虑就是说这个问题就算了 然后我可能在价格上面我可能做一点点调整 这样去讲 对 或者说就是这个房子你真的很喜欢 价格你也谈得很好 那你就把这些问题就全部吃下来 在问题在之后再去解决掉 对 就是检查报告做完之后 其实我们是有选择的权利的 因为报告显示出的问题 他是很主观的 你可有的人认为这个问题可能是严重的 有的人认为他可能是不严重的 那如果是真的出现你接受不了的问题 我们可以直接借着这份报告跟房东提出来说 他的情况是有些情况是我不能接受的 那我就直接安全的退出这个合同了 我也不需要损失任何的定金之类的 对就500块钱了 对就500块钱的检查报告的钱 您可能要付一下 那如果说 如果说您确实看完报告之后 觉得没有什么重大的缺陷 自己也很喜欢这套房子的话 那对于一些问题来说的话 其实我自己在买房过程中 我觉得大部分的买家 好像卖家都是不太愿意去维修的 那因为他会觉得说我卖的是一个二手房 我卖的并不是一个新房 那如果您要买我这个二手房的话 你应该接受它本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它就是一个旧的 就是一个使用过的一个东西 对你不能要求我把大的还是小的东西 都给你修复好 然后再交给你 对而且普遍情况下如果你要卖一个房子的话 你其实是不愿意再花心思时间精力去搞这些修复的工作的 他宁愿在价格上稍微让一点 然后把这个事情快速的结束掉 那同样的如果说他不愿意在这个价钱上做让步的话 那如果就是看您对这个房子的喜欢程度了很喜欢 那我们就接受不喜欢我们就下一趟 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边就是两个误区了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边主要针对买家这边嘛 我们接触下来买家就会认为说 我做了布林派报告上面所有的问题 我都要说他修复 房东就有义务去修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就即使你花了500块钱 他也可以say no 就是说我不修 因为你出价里面已经包含了这个房子的状态 所以说我觉得会修的大量修复的房东 我没接触到过 但是通过一定的商讨 或者说一定的这种就是 让整个交易比较体面一点的话 有一些比较nice的房东 他愿意去解决一些他能够解决的小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是在谈判过程中可以的 因为你就花了500块钱 通常我的要求不高 就是我把这500块钱回本就行了 对那有机会比方争取到一千两千三千五千 我觉得还有可能 5000基本上很少 就是你的出价出的非常的好 比方说你之前那个价格出的很高 蛮高的对 然后我觉得可能有5000块钱的范围 但是我从来没有说 因为一份building pass报告 说把价格砍到5000以上了 他砍到5000以上 他说你觉得我房状态不好是不是 那就不要买 就差不多这样 反正我经手的房子 基本上极限的话是一份报告是5000块钱 但大部分什么五百一千两千非常常见 但更多的就没有了 更多就没有了 而且包括很多就房东真的是不修的 这块就是大家就知道说这个报告到底能帮你做多少事情就可以 对 剩下的我觉得我都当然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多学问 我觉得我本身也不是搞建筑的 所以说还是有 可能会有些地方 讲错啊 没有讲到啊 这个很正常 也欢迎就是 比较懂这方面的人 也在那个频道下方 给大家支支招 好吧 反正起这个话题的话 就是抛转引玉 因为基本上 每个买房的人都会经历这个步骤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边 OK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给我点点赞吧